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九神攻略主 我是九神 本期视频要向大家介绍的正是片刻双战神 孙坚和孙侧 孙坚手冲六元就送 孙侧手冲68就送 说他俩是片刻双战神 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孙坚六元就送 四手五路等于白给 那这么一位白给的武将真的拉胯吗 其实孙坚并不拉胯 反之68的孙侧才是真正的地中地 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来一一分析 孙坚武力统帅十分突出 官方给出的定位是肉盾 其实他能扛能打 严格来说应该算是战士型卡牌 智力速度就不多说了 含含智力 涡流速度 席a 盾s 公币 枪a 盾s的事情 时期在pk赛季之前都组不出一对能玩的无国队 所以pk赛季前瞬间的作用 通常都是开荒期拿来单开 带上自愈后发 妥妥的开荒神将 二号选手生侧就有点平用了 官方给出的定位是武力型卡牌 但这武力值实在是 他不光武力不行 统帅 速度 智力 没有一个型的 所以经常被玩家戏称为江东小玩吧 那这里就有人要说了 他面板这么差 是不是因为战法很强 策划故意做成这样的呀 哎 这里就错了 他不仅面板差 自带战法也一样很弱机 兵种适性倒还可以 但同样也组不出什么强势的队伍 孙间的自带战法 江东猛虎50%概率触发的一个主动战法 对敌军群体两人造成126%的兵刃伤害 并嘲讽 持续两个回合 战法介绍简单明了 为队伍吸收伤害的同时 还能补一些输出 非常不错 传承战法错锐 战斗前三回合 使敌军单体进入虚弱状态 造成伤害时有65%概率无法造成伤害 有用吗 有用 但不算一线战法 只能算是二三线的边角料战法 因为实在太抗脸了 首先你虚弱到的人身上不能有免控状态 否则虚弱就无效 然后你万一虚弱到辅助身上又等于白给 再就是虚弱到了 还有35%的概率会虚弱失败 还不如来个预敌屏障 直接减伤来的实在 缘分就不细说了 不推荐完 非常拉快 二号选手生侧自带战法 江东小霸王 百分百发动的一个被动战法 战斗中普攻后有 35%概率 再对目标发起猛攻 并为我军单体恢复兵力 自身为主将时 战斗前两回合使敌军单体受到伤害 提高30% 一句话概括这个战法 输出打不到4000以上 回血回不到3000以上 十场有一场能打个5000输出 3000回复都已经算是爆发了 所以小霸王就是拿来凑个数的 炎量文丑都还能组出来一些黑科技 孙策目前九成是没见过什么黑科技能翻身的 传承战法破阵吹肩 35%概率触发的一个准备战法 使敌军群体两人统帅智力降低80点 受武力影响 持续两个回合 并发动一次冰刃伤害 这个减防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减防效果是受武力影响 如果给张飞赵云关羽这类武将带上 满红全武力加点能减掉150左右的双方 谁压一刀都得变脆皮 非常实用 是一线战法 就是触罚概率有点感人 他的缘分也是一样 两个都很拉胯 不推荐完 孙肩最强的队伍就是孙肩周泰鲁树的无盾 当然还有一些孙肩雾吐骨之类的黑科技 九神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强度不稳定 有人说强 有人说弱 那么如果有对孙肩孙策黑科技感兴趣的 可以加水友群和九神一起分享关于三战的有趣故事 我们回到主题 孙肩无盾 由孙肩周泰鲁树主神 孙肩带刚有无钱加绝地反击为主将加点全武力 周泰伏击军民加草船借鉴为副将加点全统帅 鲁树带封尸镇加藏壁齐峰为副将加点全智力 有人说伏几加草船也太顶配了 有没有低配一点的战法呢 有 孙肩可以文武双拳加绝地反击 周泰腾甲兵加分使阵 鲁树瓜骨疗毒加藏壁齐峰 孙肩兵书推荐 虚实攻其不备 将威毁谋 周泰军行守而有道 守势防备 鲁树军行西兵爱民 守势防备 有见识过这对核弹孙肩威力的都了解他的恐怖之处 这里九神就不多赘述了 那么孙策该怎么组呢 九神是日思夜想四处收集孙策的黑科技战报 也没有找到强势的孙策黑科技 所以各位看看就好 不要过于蜘蛛王孙策 把它拆了 换破证吹尖不香吗 或者换事件战法 当材料卡也挺香的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九神建了一个三战的水友交流群 群号在视频的左上角 欢迎大家进群共同探讨三战的有趣内容 下期视频你想看什么武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对不起 帮助